Hello 各位朋友,歡迎回到高達老母 Welcome back to Gundam normal 模範圍頭駕達辣碼 今天星期四,我玩第二個帳戶 竟然是半架十抽,就可以中到這一部最新的機體? 叫什麼名字呢? 我都不太記得了,前面的抽名也是有點難記的 不過不要緊,半架十抽中了,這部應該是兩星機 好,事不宜遲,我們馬上看看體質,驗一下 我猜不到原來這部是UC ENGAGE的機 所以難怪這部機能否轉身體 難怪這部機是有些古靈精怪 在麻煩的故事裡面應該不會有這部機的存在 好,我們就看看裡面的東西 本身這部機是兩星,宇宙色勝,只有中判 強化精單到最後是射擊加4 加4,加1,總共會加5的射擊 都講到明了,這部是射擊機 去到技能方面,快速噴射有Lv.2 有一個急回Lv.1 空中控制的只是轉下方向感 有高性能平衡這些都是繁用機的基本 AMBAC宇宙會好少少有Lv.2 強分都是Lv.2,格鬥1 應該說Lv.1有兩東西 有高性能雷達,範圍大一點 還有一個對人雷達 至於這個精神感應關額共振 要到30%以下才發動 我覺得偏遲 機動力是會上升的 還有浮遊炮的鎖定時間會縮短一半 它在發動那一刻會減少失衡和反應動作 但是能源是照扣的,大家要留意 我覺得其實沒什麼大意義 另外如果打中浮遊炮 扣血就會減少三成 其實幫助也不大 這隻我都覺得是... 遲些再告訴你 那個評語 我覺得是這樣 射程範圍 主炮的雷射槍 殘彈色綠飛 射程範圍到350 不是太遠 斗槍 手榴彈我覺得不錯 待會再試給大家看看 不過只有150 浮遊炮只有250 不過它有一個好就是過熱率是50 另外就有這個浮遊炮的防護 這些便宜的東西 當然不夠New Gundam那樣好 而這個雷射刀的威力是2000 我覺得也是偏低的 至於那個筷子件 我就設定了這樣 這個是我一向喜歡用的設定 那些浮遊炮 那些要等的那些 我都會設定在左下角和右上角 對啦 今天的體質呢 550 會不會很高體質呢 我們跟另外一部來比一比 它的BASE的HP 已經是有19,000 中規中矩 但是很明顯看到它的防禦力 在格鬥防禦力是偏低的 那射擊當然是高一點 那這部繁榮呢 就... Huzzle就很... 很... 很中性的 而這一部呢 就講到明了 是射擊為主的 但是很可惜它的射擊距離實在太短了 只有350 不可以說太短的 不過是... 一定不夠長 不夠遠 那至於速度呢 有130 都... 算是OK的 算是快的 那一會大家就會感受一下 高速移動呢 就反而是... 普通 不夠快 如果去到220 會好些 回轉和推進器呢 亦都不是十分突出的 那... 所以呢... 這部機呢 已經是表示了給你聽了 我是一顆... 我是一... 我是一... 我是一部兩星的機 兩顆星的機 對啦 我應該要這麼說的 主要是這個射擊為主 45 那你輕輕加一點 就已經可以 超過了50 我怎麼砌呢 就這樣的 那... 剛剛說了 射擊很重要 雖然不夠遠 那我都加了個Level 4 和Level 1 但因為我這個帳戶 所謂我副帳戶 我就沒有一個Level 5 射擊裝備 否則呢 我覺得 如果用Level 5 應該是會省少少格數的 那... 另外呢 就特別要加一個... 內格鬥裝甲 等... 他那個... 這個... 斬擊的防禦力 就高了一點 那... 你現在看到21 26 23 起碼有20 就叫做正常了 那... 加了這個... H3 那... 其實這裡呢 HP是加... 1200 但是呢 因為我加了這個... 格鬥特化程式 那就減了500HP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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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覺得這部機的格鬥是十分之差的 剛剛我提及了這個武器的威力是2000 但實際上應用是再少一點的 待會打的時候再跟大家示範一下 另外再加一點攻擊力,因為太差 但同時射擊會減少傷害30% 所以就用這兩個射擊組合來回運 另外一個比較要留意的地方 就是這部機的推進器正常的回復速度不是overheat 是正常的回復速度比較慢 所以加了兩個冷卻系統 分別是Level 3和Level 1 同時會加推進器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推進器總共加了10 都說了這麼久,是時候試一下這部機 首先試一下它的移動距離 一般來說,在這個地圖很多機 都可以做到由12點到9點這個距離 但這部機只有一半,到6點就完結了 其實我已經加了噴射,加了10 距離還是差一點 試一下可以跳到幾下 1、2、3、4 四下就完結了 不用說這個急回 急回一踢就會沒了 好了,它其實還有一個空中的追加動作 不過你跳起點一下 跟在地面一樣,四下就完結了 因為它這個推進器的數量又不夠 距離又不夠遠 我勸大家不要這樣衝過去 然後再做其他攻擊 再做多兩次之後 其實都不能回頭走 好,我們試一試武器轉換的時間 主武器轉刀,刀就快點少了 刀就跟火神炮一樣,都是這麼快的 主武器跟手奴彈一樣 而這個感應炮和防護罩 時間跟主武器和手奴彈一樣 大家就留意 至於趴低的動作 趴低的時候,主武器是OK的 所有其他武器在趴低的時候都會Cancel 所以大家就沒有必要留意了 趴低就立即沒有了 OK 我們試一下這個武器的距離 之前都說過了 這個主炮就是350 大概這裡 你照射都中的 這個手奴彈真的沒有什麼可能可以丟中 而這個牛油炮距離就是250 就開始這裡就鎖到 好,剛剛我也想說一件事 這個手奴彈的傷害其實算不錯 而且它有一個優點 除了爆風幾好之外 它再扔出的時間都很短 不過可惜呢 因為這個頭窄的武器 在使用上 因為它有一個距離 你也是要等一等 可能要多加一架這個 你才可以用其他組合技 還有組合技來說 有一個尷尬的東西就是 很多時候下格都會打不中 好像剛剛那樣 穩勝起見 可能就一個下格走過去 就算了 另外就有這個浮樓炮 浮樓炮就要打中兩下 才可以打成敵人 這個也是要大家留意 我自己也有試過 在下格之後 打算補一個主炮 但是主炮完之後 都不夠時間去下多個下格 這個呢 大家都... 哎呀,我派多手了 來多一次 主炮之後呢 都不夠時間去下 那...下下格的 大家留意啦 最多呢 都是做多個下格 不過呢 就是... 難中一點 而且這個N格 也都不是普通聯邦軍那種 斜上斜下的那種斬擊方法 所以... 我覺得差一點點 另外呢 它的反格就是這樣 好,開啟了 嘗試一下反格 其實一模一樣 沒有特別的 但是呢 亦都是特別試試移動的距離 那個急迴都是只得一下的 但是呢 你見到它的緩復速度呢 我覺得是有稍微提升的 那... 移動的距離呢 和速度呢 是有幫助的 那... 也都是啦 跟之前一樣 是由12點開始 它增加了移動速度距離呢 可以達到9點 不過... 如果你說... 能源要去到3成 或者以下才做到這個特殊技能呢 其實... 我覺得... 可有可無啦 那... 這隻東西呢 就... 試到這裡啦 那... 現在呢 就立即和大家進入這個實戰的環節啦 好啦 那就抽到550COS軍事機地這個MAP啦 不過呢 很可惜 這部機的攻擊範圍呢 就... 不夠遠的 那... 那... 主炮呢 就350啦 那... 牛油炮呢 就250 那... 那... 如果你說主炮呢 能夠加到400的範圍呢 就會好一點的 例如呢 好像現在我們眼前這一部呢 那... 如果400應該可以打停的啦 那... 那... 另外呢 那個牛油炮呢 都... 就是... 相當尷尬啦 如果你說再長一點 有350呢 那剛剛這隻都會鎖到 那... 那... 你看一下啦 鎖有時間啦 飛過去都需要很長的時間 至於手榴彈呢 攻擊力是足夠的 但是你看看拋出去 你等一秒鐘的時間 那敵人呢 都已經不知走到哪裡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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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主要的武器呢 都是... 有少少... 鹹啦 那... 你看看這個主炮 是可以打停對手的 但是... 那... 射的時間呢 是... 很久的 其實... 你看看那個牛油炮呢 鎖的時間長呢 亦都是影響到 這個攻擊的節奏啦 你好像要提早... 鎖定提早 release 牛油炮呢 那就變成了 想幫隊友 去打停敵人呢 都不行了 那... 所以呢... 都是要依靠這個主炮啦 打停了它之後呢 再做其他攻擊啦 我都不是很敢走得太前 總之跟敵人保持距離啦 不斷用主炮和... 手錄彈啦 去... 幫隊友 那... 但是呢... 很不幸我就看不到這個雷達啦 而本身這部機體那個尺寸呢 嗯... 太大了 直接呢 是遮住了... 這隻耶吉啦 那... 所以我完全看不到 被他吐了幾夜 那... 那個... 武器本身呢 是打停的 但是你要等... 那一下呢 就很大鑊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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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這隻耶吉呢 都... 搞不定啊 那... 好歹有同伴幫手啦 打破他之後呢 就... 就... 扣了他一點點啦 那... 我們旁邊這隻敵人呢 出的牛牛炮呢 其實我都可以輕易避過 只... 飛走就可以了 那... 這個就... 嗯... 真的... 相當尷尬 幸好打中他的腳,打停了這隻野吉,就可以收到他的頭 繼續用一個中距離攻擊策略去補丁和收頭 但大家都看到,剛剛發動了這個技能之後 只剩下三成,然後再給這隻支援機打剩500血都不夠 唯有扔下手榴彈,用這個牛油炮去緩護自己的油 補一下傷害 不夠膽再退得太前 這裡都可以讓大家看到,用這個防護罩 我覺得不太有用 你看看,那個手榴彈爆一爆就沒有了 而且這個光劍的長度也不夠 刺了一刀之後,我都要趕快走人 再重整一下戰力 不過可惜,你看看,有跪在這裏 唯有用這個牛油炮,保持距離,再補一下丁 不過近距離都是要搞一搞距離 來到這裏,我沒辦法了 我都打算同歸於盡 基本是兩隻在後面追著我 來到這裏,被人放了炸彈 打算拆,沒什麼大意義 做了一個同歸於盡 有一個沒有意義的戰鬥 來到這裏,就剩下最後的三分鐘 戰鬥的方法也是一樣 在一個中距離的時候,就做一個牛油炮的攻擊 即是沒有必要留下主炮去打停敵人 但不是經常中的 所以就用這個刀發一發 然後等下主炮準備好 才可以再做一個組合的攻擊 這裏呢 保持距離 用主炮射爆他就算了 不過後面那隻支援機,我就免得去惹他 扣我的血,扣得很多 再跟敵人呢 再跟同伴夾這隻 收到頭就算了 有足夠的同伴 這部機才可以發揮到他的優勢 攻擊力是足夠的,但是... 攻擊頻率不足夠 我同伴很勤力 有他衝 不過他連最後一下子的撞擊都用了 所以我就唯有拔刀去收到頭 來到這裏,剩下兩分鐘 我想應該有機會贏 但是在戰鬥的策略就出了一個問題 很容易被敵人拉開了 而我的同伴,看看雷打就看到 全部躲在建築物裏面 反而我的同伴就被圍著來打 我當然要突圍,在外面包抄他們 但是也是那個問題 攻擊範圍不足夠 牛牛炮也撞不到 只剩下主炮要省著射 我跟另一個同伴就打算去追 但是呢 就被人越拋越遠 但是我們又有一個大花園 我們打算兩隻夾一隻 結果呢 後面在建築物裏面的同伴 死下又有一個 雖然我有14000的血 射擊不到敵人 輸出不到 都是死路一條的 現在這一刻 已經變成4打1的情況 那當然死了 怎麼搞都搞不定 去到最後 剩下30秒的時間 可以做到什麼呢 就是再一次突顯到 這部機的缺點 大家看到這個DJ 準備會飛過來 我跟他隻抽 他有散彈 有主炮 又有射膠 其實是可以足夠打停我的 不過我打停了自己的 在單對單的時候 你只剩下一個主炮 可以射停對手 變成真的相當不夠用 必須要保持這個距離 你才可以生存 像現在這樣 最好就是有同伴的援護 你就可以下槍 和做了一個Gumbo 真的非常可惜 結果這一回合 都是要輸的 大家就很明白了 這部機其實是一部支援機 不要太扯了 雖然我可以打到這個 叫做第一的成績 但是 唉 最近打的評價也是這樣 最後都是奉勸各位 如果大家是舞弊 就不需要覺得可惜 為了做這個月任 半價十抽 大家就抽吧 好了 影片到這裏 多謝各位收看 下次見 拜拜